我说还好吧 他说长官 你也看得到对不对 我说我看到什么 我说我连续四天 我都看到你 我都看到你 你就在那个走廊上 对着下面傻笑 然后你本来都是在对面的走 我说为什么到第一礼拜十 你跑到这边来了呢 他说长官我跟你讲 我礼拜前面一个礼拜 我坐在那边抽烟 我心中很闷 可是呢我发现 我每点一根香烟 我每点一根香烟 就会有人在我耳朵旁边说话 我说什么话 他说 阿兵哥 不要灰心 只要你听我的 你的女朋友一定会回心转意 听我的 放心听我的 可是我的烟一熄灭 就没声音了 我就再抽一根 他就在旁边讲 你的女朋友叫什么名字 然后呢 他有什么样 跟你分手的征兆 你照我的方式做 他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然后连续几天 连续好几天都这样讲 所以他每天都去那个地方 跟这个声音聊天 他觉得很有帮助 因为他 每一天只要跟这个声音 沟通完以后 隔天打电话给他女朋友 他女朋友就变得很热情 就变得非常热情 我说那很好 那既然如此 你跟你女朋友应该复合了吧 他说后来 就是在礼拜四那一天 就是你们来抓我那天礼拜四 我到那里去 我抽烟 发现没有声音 所以我就跑到另外一边 想说在这里抽 会不会有这个声音 我跑这边走 我还没点烟 我就发现 有一个戴的黄色帽子 脸上戴的 眼睛上戴的风镜 像有点像老的飞行员 站在一楼 然后旁边呢 是我的女朋友 站她的旁边 然后两个就说 会手你来 你下来 下来 下来跟我谈一谈 下来我们什么都好谈 快下来 快下来 我说 然后呢 他说 我跟你讲 然后啊 我一直在想 下面的是不是我女朋友 还是鬼 我说 哇 你很理智 他说对 可是呢 我就不由的 我就跟他们露出微笑 我心想 不管是人还是鬼 我们就微笑面对嘛 那至少 可能可以化解一些尴尬 他说 我还怕说 我的女朋友被鬼迷了 所以说 他在楼下 一直告诉我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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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下来 下来 我们好好好谈一谈 他说 正当我准备要往下跳 说 长官你们就把我抱住了 你把我抱住了 好的 那么今天的主题 来咯 今天主题是什么呢 今天的主题是 风雨走狼 好听的故事 我们故事开始咯 大家知道 以前在军中 尤其是念军校 楼与楼之间 就是各栋楼与楼之间 都会把它搭起一个 像风雨走廊一样的一种建筑物 就是从二楼或从三楼 中间把它给打穿 然后用个走廊把它接起来 第一个方便于 各栋楼之间的联系跟掌握 第二个就是如果下雨 比较方便于做人员管制 所以这个风雨走廊 在各大的军事院校 甚至有一些部队机关 都会有这种风雨走廊 那么这件事情是发生在 我在授训的时候 我在授训的时候 我记得民国 这个2006年 应该是民国95年左右 我考上了战争学院 大家知道这个军中 其实如果要完整的发展 陆军学院 陆军子参学院 还有战争学院 你一定要考上 那么因为我是装甲兵的 那战争学院的名额非常的少 每一年装甲兵只开放五个 五个名额来报考战争 来能够入学 那么我们那一年 大概将近六五六十个人 五六十个人参加战争学院的比试 那么只录取五个 那我非常的幸运 我考上 我也考上民国95年的战争学院 那么我们刚刚到战争学院 受训的时候 那是一个非常老的学校 它的位置其实是在龙潭的九龙村 那那个地方其实以前是空军特战 一个特战群的营区 那因为战争学院跟陆军学院 从台北大直 把它迁到了龙潭 就暂时在这个龙潭的804医院 旁边的一个九龙村的营区里面 暂时在那边就读 那那边就读的话 营社算是比较老旧 因为是冰社 那么我们这些战争学院的学官 就比较委屈 因为阿兵哥都是大通谱 那你考上战院以后 就不像在大直山军大学 那个地方 有套房 然后一个人或两个人一间 就是大通谱 那可能用木板稍微隔一下 就比较简陋 那但是我们也不是很在意 因为我们去念战院 并不是去享受学生生活的 而是去学习 国军高阶干部的一些战略的素养 修养一些国籍 选修一些国际关系 还有一些各国军种的作战的战史 还有一些战略的一个推演 所以大概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在战争学院算是很充实 那至于说睡得好不好 我不在意 那当我们受训 大概进入第八个月的时候 那突然新的战争学院的银色 盖好了 完全盖好了 那我们很高兴 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最后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到四个月的时间 可以到新的国防大学的校舍 去念书 当然很高兴 但是我们这个年班就要帮忙搬东西 那其实搬东西搬得很单纯 就是学官把自己的东西搬到定位就好了 然后搬到定位之后 自己的房间自己打扫 那当然嘛 那在以前在龙潭 是好多人一间大通铺 那么到了新的国防大学的战争学院 一个人一间房间 哇太棒了 一个人一间套房 里面有独立的空调系统 里面有落地的女门窗 哇 然后地面上 哇 非常干净 新的嘛 然后美中不足的就是 可能预算没有那么充足 我们睡的床 还是从这个龙毯搬过来的这个旧床 不过没关系 所以三个三四个月而已 那么上级跟我们说 大概等我们这个这个年班毕业以后 下个年班入学就是有新的床 不过没关系 房子新就好 然后呢 每一间房间里面都有一个厕所浴室 独立的套房 哇 非常的新颖 那我们也很高兴 而且还有独立的冷气的空调 那么对我们这个在龙毯 住了比较老旧营区的我们而言 哇 太棒 非常高兴 等于说我们是进入巴德国防大学 新校园最新入住的学官 我们就是民国95年念战争学院的这个学官 那到了到了这个学校 其实真正能够在学校过夜的时间也不多 因为绝大多数的时间 当时空军的校长 这个空军的校长 他们的建议就是说 都能够考上战争学院 都是国家未来的高阶干部 不需要把他们绑在学校里面 应该要让这些国军未来的将校 利用下课以后的时间 我们大概下午四点钟课程就上完了 好 可以让这些国军未来的将校 都要当将军的 受过战争学的目标就是升将军 未来都是国家的这个将领 让他们在下了课以后 可以到桃园到外面去做一些 自己想要学的进修 那当时很多人出去学电脑 学电脑学城市设计 那当时我是选择了到地球村去学梅雨 我就是每天四点钟放学以后 我就开了车到桃园的地球村 来上梅雨的课程 我就是学外文 然后也蛮愉快的 那当然上完课以后我家就住桃园 那晚上我上完课大概八点多就回家了 然后隔天早上六点七点钟以前 只要回到校园里 然后能够上课就可以了 那么我觉得最后这四个月过得算是蛮快乐的 但是呢 每一天 每一天学院里面都要留一个 这个职日生 留个职日生 那我们就是用轮流的 轮流一个人留一个礼拜 就是职日生帮忙 帮忙点名啊 然后掌握一些对里面的一些勤务 就是职日官 那每个都会轮到 那么我记得是搬到新校区的第二个礼拜 就是由我来轮职这个执行官 帮忙学校点名 帮忙这些战院的同学点名 然后回报给我们的大队长 告诉他我们人员到齐啊 然后没有问题啊 然后如果那晚上我就去睡觉 就一个礼拜 就大概就是留在那边睡一个礼拜 那么责任感吧 我觉得反正能够到这么新的学校来进修来念书 实在太好了 甚至学校有体育馆 室内的网球场 有温水游泳池 然后还有这个高尔夫的室内练习场 那我觉得留下来这个礼拜 当时应该也太棒了 简直就是五星级的享受 那这个走读的制度 很多同学可能就并没有出去念书了 绝大多数的一些长官 可能就三五好友出去喝两杯 那么我是利用时间去地球村学英文 那这个走读 我个人觉得这个方式很好 那当然学校呢 防君子也要防小人 他会担心有一些学官在放假的期间 到外面去喝酒 然后回到学校以后闹事 喝得醉醺醺的 这曾经就有一个学官 在喝完酒以后回到学校 不生酒力 然后就忍不住了就吐了 然后把那个呕吐物都吐得满地都是 隔天早上这个校长看到 当然很不高兴 然后就说要严格管制 以后所有人 你出去这个念书或干什么 除非你家是住在北部 家里距离学校北部 例如说你是住在桃园中立 你就可以回家 最远到台北你可以回家 那么其他的家住在台中 或者是当天没有办法通勤的人 晚上12点之前一定要回学校 超过晚上12点不回来 大门就关闭 你就回不来了 就是因为要防君子 要防小人 那么绝大多数的这些学长 可能晚上出去吃宵夜 或者是大家聚餐以后 在晚上12点以前都会赶回来 那么轮到我执行的这一周 我就是在晚上12点之前 必须要清查人数 每一间房间 然后我们如果说是外出念书 念完要回家睡觉 在家里面过夜的人 我就会在我的门上贴一张 于北城家住桃园 明早返回校园 那我就知道 我就一间房间一间房间去看 到底谁在谁不在 那如果说没有贴那个 有外就是回家睡觉 或者是出去念书的人 我就会敲一下门 敲一敲 那个里面的长官就会说 我在谢谢辛苦了 我就知道这个人在 就大概我们100个人左右 我们的学员大概100 学官大概100个人左右 我就顺着这个一间一间去敲 那么因为一人一间嘛 所以我们从三楼四楼的一圈 都是我们战争学院的学官的寝室 那么我从12点开始去一间间敲 走完一圈大概要花个20分钟 大概到12点20就点完名了 然后我就这个 到这个大队长室 我就在一个签到部上签 多少人外宿 多少人在寝室 已经查完铺 签个于北城 就表示责任了了 那么在我查完铺的时候 签完名了 准备要 准备要这个回寝室 要睡觉嘛 留宿一个礼拜回去睡觉 我就发现 在四楼走廊的尽头 有一个人在那边干什么 抽烟 在那抽烟 我觉得奇怪 这会不会太过分了 为什么 因为学校是新的校园 有规定 全校园禁烟 全校园禁烟 你真的要抽烟 有规划一个室外 然后搭了一个帐篷 室外的吸烟区 在那边才能吸烟 那怎么会有人这么嚣张 敢在学校里面 在走廊上抽烟 那我 我第一个印象 绝对不可能是阿兵哥 因为负责勤务联的阿兵哥 不可能跑到 学官的寝室前面抽烟 那我的想法就是 一定是某个学长 就是我们的这些学官 可能晚上睡不着 跑出来抽烟 认为晚上12点多 应该没有人会来管 那么基于我执行官的责任 我还是要尽规权之责 我就想走过去 走过去劝他一下 就是不要抽烟 那么走过去的时候 真的 我经过了风雨走廊 从我看到对面的四楼 有人在抽烟 我从这边的四楼 过到对面的四楼 大概走过去 要花个两到三分钟 我的步伐也算蛮快的 但是我走到风雨走廊 一左转以后发现 走廊上没有人 一个人都没有 一个人都没有 那至少人没有 那我看地下有没有烟头 也没有烟头 也没有烟头 但是呢 走廊上有烟味 我们这些不抽烟的人 对烟味非常的敏感 走上没有烟头 但走廊上有烟味 表示 的确有人在这边抽过烟 那么我就心心想 谁这么动作这么快 我才走过来两三分钟 他就不见了 那我就认为 极有可能是 我们战院的学长 看到我走过来 赶快就进寝室门关起来了 那么我心里想 我也不多说了 我也没有多讲 那正当我转头 我转头准备要离开的时候 一个让我非常惊讶的声音 什么声音呢 就好像是 人家玩那种 那种遥控飞机 不是无人机 又是遥控飞机 那种 吃木精油的 那种遥控飞机 声音很大声 晚上12点 12点半 这样飞过来之后 然后 就是撞到我们这个大楼 很大声 撞到我们大楼 整个大楼在震动 我吓一跳 我吓一跳 我说 什么东西撞到我们大楼 我新校区都被撞了 可是如果是飞机撞 那应该不止 损害这么小 那如果是遥控飞机 我们的军事管制区 怎么会有遥控飞机 我就觉得很奇怪 但是呢 我看一看 没有人出来 照理说 这么大的声音 撞击声 寝室的学长 一定跑出来看什么事 没有人跑出来 那我心里想想 是不是太累了 晚上12点半 可能太累了 不管他 早点回去睡觉 那么管他抽烟 管他什么 这个遥控飞机 撞到我们的大楼 有撞 大家早就出来了 而且靠近 大楼内面的人 手当其冲 他一定会跳出来 没有人出来 那我想可能是 有时候精神紧张 我也不多管 那我就走回去了 那但是呢 这个状况很奇怪 一连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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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碰到同样的事 就是看到有一个人 在走廊上抽烟 都是12点半左右 12点20到12点半 看到人在抽烟 等到我跑过去的时候 没有人 没有人 然后当我要离开的时候 就听到这个遥控飞机 撞到我们房子 房子还会震动 可是呢 没有人反应 第二天 连续三天 都遇到这个状况 隔天我问一些 住在那个大楼的 那个那些学官 我说昨天 有没有那个遥控飞机 在那边飞啊 晚上很吵 没有 我们都没听到 什么遥控飞机 我说我有听到 他说大概 大概你神经紧张吧 没有 我说那个外面是什么 你们后面外面是什么 那个学官跟我说 我们打开窗户 看外面是一片 一片非常广阔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水泥地 我说水泥地 因为刚过去 我也不知道那是哪里 那我就进到 这个学官的房间 我说可以去看一下吗 他说可以啊 我一打开一看 它不是水泥地 这一栋 这一栋这个寝室 它隔着窗户外面 外面就是一个跑道的镜头 这个跑道相当宽 看起来应该算是一个 一个军用机场 看起来像军用机场的跑道 然后这个跑道呢 到了这个镜头 我们就盖 我们就盖了我们新的国防大学的银色了 那个跑道的镜头就停了 就没了 等于说截断 后来我就开始上Google去查 我就回到了这个班上 上课的时候 我就用Google查一下 国防大学以前是什么 国防大学以前有三分之二的地方 是巴德的救机场 而这个巴德的救机场呢 它在日据时代 在日据时代 日本人占据的时候 这一块是什么 是一个为了要让神风特工队分散 不被美军破坏 所以在巴德的这个机场 日军日本人开设的 开设机场之后呢 就有一些是台籍的日本兵 就在台湾征集了一个中队 的神风特工队 在这里呢 做一个紧急的起降 台湾有好几个机场 都是神风特工队的这个基地 那么这个机场算是其中之一 其中之一 那我就心想不得了 原来我们学校是建在 巴德机场的旧跑道上 而这个旧跑道曾经是 日本的神风特工队 台籍士兵 这个服役的地方 那么我就联想到 我听到那个飞机撞击声 这是不是其中有古怪 可是呢 睡那一面寝室的这些学官 都没有人感受到 而且他们还说 打开窗户 看到那个广阔的机场跑道 他们觉得还心旷神 也蛮舒服的 那既然如此 我反正我执行一个礼拜而已 等到礼拜四结束以后 我就交接执行了 那我就不管这档闲事 反正再过两个多月 我们就就毕业了 就毕业回部队了 那至于这些这个事情 我就不多问 反正我不是这个单位 我也不要多事 到了礼拜四 真的是 我讲该碰到的事情 还是要碰到 到礼拜四 最后一天准备下执行的 那天的晚上 我做了一个最后一次的查谱 隔天礼拜五就交接了 交接给下一任的执行官 我就交接了 那么礼拜四晚上 绝大多数的学长 他不会回来 因为我们平常是 是这个走读出去念书 到礼拜四是全面外宿 不管你有没有 你家里是不是住在附近 他都可以外宿 反正隔天早上七点钟前 回来就可以了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些战争学院 学官的寝室里面 几乎都没有人睡觉 大家都出去了 都出去了 礼拜四就转眼 说人比较少 那么我查几铺来 很轻松 每个门口都贴一个 外出外出外出 都外出了 那很简单 所以我查铺的时间 就特别的短 平常花二十几分钟 那这次查铺 可能花了不到五分钟 我就走完了 走了一圈就走完了 那么当我走到了那边 我就不经意的抬头 看一看说 对面那个抽烟的人 在不在 我一抬头 不在了 我心想 连续好几天 今天礼拜四 最后一天执行 他终于不见了 终于这个人不见了 我也安心了一点 说太好了 不见了 就没事了 我也不用再担心了 可是就那么零点几秒钟 我才想说人不见了 我一抬头不得了 这个抽烟的人影 就站在我前方 他不是站在对面了 就站在我前方 距离我大概三步的距离 那可是我要透过 风雨走廊下去啊 我必须透过风雨走廊下去 他就站在我前方 不到三步的距离 这次我就在考虑 我要不要走过去 这个人是人是鬼 这个抽烟的家伙 到底是人是鬼 那么我讲嘛 总不能示弱嘛 我也是战争学院的学官 这个浩然正气 我怎么怕这玩意儿呢 就算他是个日本兵 我也不用怕他 这是我们学校 我就姑息勇气 然后硬着头皮走过去 那当我走过这个人影的后方的时候 我很明显的感受到 他不是一个虚拟的人影 他是一个实体的人影 而且他非常专注的看着楼下 而且不时发出呵呵呵的笑声 就这种傻笑呵呵呵的笑声 哇 我觉得我要去盘问一下他是谁 还是当作若无其事从后面走过 对那当然我没有去盘问他 我当成若无其事的时候 他后方这样子正常 没有改变不服就这样走过去 哇 走到后面的时候 我的头发全部站起来 然后鸡皮疙瘩也骑起来 我真的很怕 我走到他后方的时候 他突然间回头看我一眼 哇那是人是鬼 说句实话 即使是鬼也会被吓一跳 即使是人我也会被吓一跳 那么我就经过他的后方 他就呵呵呵 呵呵呵的傻笑 然后对下面讲了一些 我听不太懂的话 反正绝对不是英文 也不是我们常讲的国语 讲一些我听不太懂的话 那么我没有多管 我心想这家伙应该不是人 我的判断告诉我 他应该不是人 我就火速的走过去 过了风雨走廊 就往这个楼下走 就到二楼的寝室那边 那走到楼梯间的时候 突然间几个军 几个这个基层的军官 有上尉连长 还有士官长 火速的从楼梯下 啪啪啪啪这样冲上来 往上冲 我觉得奇怪 到底什么事 还有什么事要这么急 往上冲 然后看到我还就说 长官好长官好 我说你们好 你们急什么 长官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 一个士兵 我们连上的一个兵 我说怎么样 高高的瘦瘦的 我说刚才看到上面有一个人 我说有一个人在四楼 然后他 可是我说那个应该不是人 那应该是脏东西 我看到他已经好几天了 本来都在对面 现在跑这边来了 应该是脏东西 我说那应该不是人 然后这时候 这几个基层的连长说 宝宝 那一定是人 我敢说那一定是我们的兵 刚才佛老长在改大兵周记的时候 这个兵 在上个礼拜四就留了大兵周记 就是说 女朋友跟他越来越冷落 他心中很落寞 想要结束生命 他说我们看到他 全联找不到他 后来我们调了监视器 发现他往战争学院 这个四楼的寝室这边走过来 我敢冲上来 我说哎呀糟糕了 原来那是人 原来那是人 我对自己很自责 我敢跟他们一起跑 一起跑上去 因为万一 这个士兵 从四楼跳下来 我是最后一个能救他 没有救他的人 我会非常自责 我敢跟着这几个基层军官 冲上四楼 还好 这个士兵 还没有跳下去 还没有跳下去 只是一直看在楼下 呵呵呵的傻笑 还没跳下去 我们几个人七手八脚 把他抱住 他就发出了这个 这个非常大的吼叫声 就叫我们不要碰他 不要碰他 他的女朋友在下面 叫我们不要碰他 不要阻止他们两个人讲话 那我们心里想 是不是失恋 伤心过度 疯了 那么隔天 佛号长就谈完之后呢 约谈完之后 就跟这个阿兵哥的家属 谈完之后 就把他送到 这个北投医院 精神病院去了 那么我下了课 我就到这个连队所 说那个兵怎么样 还好吧 他说报长官 我们今天一早 把他送到北投医院去了 因为发现 他的精神不太稳定 留在连上 怕会出问题 那经过了家长医院 的三方会谈之后 决定先让他住院 观察一战时间 再说 那我心里想 自从我知道 异物异的士兵 一起改到一年以后 很少有人 很少有人 这个突然间抓狂的 也不会因为这种方式 要改成这个 突然间就要是精神病 来退伍 因为一年嘛 很快 他心训受完以后 回到部队 大概剩下不到 十个月的时间 就要退伍了 那十个月 很容易熬过去 第一不需要逃兵 第二不需要装疯卖上 所以我说 他们 他真的有问题 他是长官 你到时候可以去看一看 我就把他的 医院的病房号码拿了 我就透过有一天 晚上走毒的时间 可以外出 我就开着车 到北头去看看他 看看他 那我一去看他之后呢 我就发现这个人的眼神空洞 眼神空洞 那我就跟医生谈了一下 这个医官就说 他可能受了什么惊吓 还是受了什么挫折 这个 反正我们照他的两眼 都是无神 但是呢 他的脑坡啊 什么都很正常 又不像是精神病患 可能是中邪了 我说医官啊 连你都觉得他中邪了 对对 我们也觉得他中邪了 我说我跟他谈一谈 我就把我连续四天 看到这个兵在那边发呆 的事情跟医官讲 而且我还跟他讲说 不好医官 而且我还听到 有那个飞机撞击大楼 我的声音 我说这个 别人都听不到 可是我真的听到 这医官看看我 我心想我不能再讲 我如果再讲的话 说不定这个医官 把我也列入精神病患的 考核范围之内 那我赞养就白念了 我说没有医官了 开玩笑了 没事没事 那我说我跟这个士兵谈一谈 这个医官笑一下 好 长官你去谈吧 我就跟士兵过去 我说 我说阿兵哥你好 他看看我 突然间眼神 回神了 本来是眼睛都往上翻 掉白眼 看到我眼珠回来了 变得很有精神 我说 我说还好吧 他说长官 你也看得到对不对 我说我看到什么 我说 我连续四天 我都看到你 我都看到你 你就在那个走廊上 对着下面傻笑 然后你本来都是在对面的走 我说为什么 到第一礼拜十 你跑到这边来了呢 他说 长官我跟你讲 我礼拜 前面一个礼拜 我坐在那边抽烟 我心中很闷 可是我发现 我每点一根香烟 我每点一根香烟 就会有人在耳朵旁边说话 我说什么话 他说 阿兵哥 不要灰心 只要你听我的 你的女朋友一定会回心转意 听我的 放心 听我的 可是我的烟一熄灭 就没声音了 我就再抽一根 他就在旁边讲 你的女朋友叫什么名字 然后呢 他有什么样 跟你分手的征兆 你照着我的方式做 他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然后连续几天 连续好几天都这样讲 所以他每天都去那个地方 跟这个声音聊天 他觉得很有帮助 因为他 每一天只要跟这个声音 沟通完以后 隔天打电话给他女朋友 他女朋友就变得很热情 就变得非常热情 我说那很好啊 那既然如此 你跟你女朋友应该复合了吧 他说后来 就是在礼拜四那一天 就是你们来抓我那天礼拜四 我到那里去 我抽烟 发现没有声音 所以就跑到另外一边 想说在这里抽 会不会有这个声音 我跑这边走 我还没点烟 我就发现 有一个戴的黄色帽子 脸上戴的 眼睛上戴的风镜 像有点像老的飞行员 站在一楼 然后旁边呢 是我的女朋友 站她的旁边 然后两个就说 会手你来 你下来 下来 下来 下来跟我谈一谈 下来我们什么都好谈 快下来 快下来 我说 然后呢 他说 我跟你讲 然后我一直在想下面的是不是我女朋友还是鬼 我说哇你很理智 他说对 可是呢 我就不由的 我就跟他们露出微笑 我心想不管是人还是鬼 我们就微笑面对 至少可能可以化解一些尴尬 他说我还怕说我的女朋友被鬼迷了 所以说他在楼下 一直告诉我说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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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下来 下来我们好好好谈一谈 他说正当我准备要往下跳手 长官你们就把我抱住了 你把我抱住了 我说 你真的有看到 他说长官你有看到对不对 我说我没有看到 我是误把你认为你是鬼 我没有看到鬼 我说但是呢 我有听到那个飞机 砰撞击大楼的声音 我说你有听到 他说我没有听到 诶怪了 我听到的是飞机撞击大楼 他看到的是一个 老的飞行员 叫日本 日本兵装扮的飞行员 在那边叫他来来来 我把这个事情呢 把他连结起来 我就觉得 应该是这个机场跑道的那一端 到我们教室之间出了什么问题 那我说好 我说你先不要担心 我去了解一下 我说你在这里好好的养病 马上就好了 我说我去了解他怎么回事 那当我一离开病房 我就跟这个医生讲 我说不错 我说他刚刚跟我谈了很久 这个医官也说 有啊有 我们刚好看监视器啊 他跟你谈聊天的时候 眼神都变正常了 都恢复正常 我说那就应该很快可以出院了吧 他说应该可以 那我才刚刚走到医院的门口 这医官跑出来说 哎长官 你是用什么方式跟他对谈 我说我就要跟他聊啊 他说我 你离开之后 我们赶快过去要跟他聊 发现他的眼神又掉白眼 眼珠又往上掉 又不能沟通了 我说好 我说我也不是道士 我也不是什么收金收魂的 我说只是臭巧吧 我说我要收假 我要回去了 我就回到这个国防大学 回去之后我就开始发现 到底墙的那边有没有人管 到底墙的那边是什么 是个巴德的旧机场 那旧机场里面有没有人管呢 我就利用这个下午第四 第八节课跑完步 我就跑到校园外面去 到了机场里面去发现 哦这个机场是在巴德分局的后面 那我就跟这个里面的远景讲一下 我说我可以到那个机场看一看吗 那他看我穿的军 军用体育服 他说长官你是国防大学 我说对对对 我说我要看一下 因为那个机场跑道 就到了我们国防大学的门口 就断了 就停到那边 我说我过去看一看 想研究一下 我说这个军事设施一些典故 我可能要写一些论文可以写 那这个远景说 好了没事 OK那你们本来就是你们的地 我们带馆而已 你过去看一看 我就跑进去 哇还蛮大的 那个巴德旧机场 虽然有三分之一变成国防大学了 可是那个服务员还是蛮广阔的 我就顺着这个机场跑道跑 那个机场跑道都涨草了 很多地方都已经破坏掉 其实已经不能飞 已经不能不可能飞行了 我就跑过去 跑到我们学校尽头 围墙的地方 我发现一件事 我们的围墙在建的时候 把一个这个机场跑道尾的借桩 一个桩 跑机场跑道一个借桩 石头的 给碰到 那个借桩的倒在地上 倒在地上呢 没有人管 我就看那个借桩 看起来蛮像是文物的 我就跑去跟这个警察局讲说 那个借桩 是不是要引一下 他在旁边倒下来 这个警察就说 什么借桩啊 我说我带你去看一看 这个警察很有趣 他就跟着我去看 他看了一下说 长官这不是借桩 这不是借桩啊 这是这个日本 在他们坐神风通过队 飞行的时候 把他立在机场镜头 一个精神鼓舞的 一个精神堡垒 一个小小的堡垒 挂那边 然后可能在建筑的时候 碰到了 没管他 我说这个堡垒 不能放在围墙这里 他说为什么 我就把我这几天听到说 有飞机飞起来 砰撞到墙的声音 跟那个园警讲 那个警察 那警察说 你有听到 他说我每次只要职业班 我也会听到 我还跑出来说 是不是有人夜间在飞无人机 或者夜间在玩遥控飞机 我每次出来就没看到人 我说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当时 神风特工队 这些台籍飞行员 他们因为可能阵亡了 阵亡了 这个自杀攻击阵亡了 当他们回来以后 本来他们的魂魄 还会降落在这个机场 那自从国防大学盖好以后 把这个精神堡垒放到围墙 他们要降落的时候 就直接撞墙 我说这样子 一来是形成了困扰 二来是我说 我们营取了一个兵重邪了 我说我们把这个借装 我们两个合力把它抬 抬到机场的另外一边 把它放在那边 把它埋下去 我说让这个飞机 不要往我们学校这边飞 从另外一边降落 管他是人是鬼 是孤魂野鬼 还是鬼飞官 反正人鬼互相不要干扰 他在那边起降 反正不扰乱我们 就让他去坐 至少不要老是撞墙 这个警察也很有趣 他说好啊 我们两个就抬着这个过去 用十字稿挖一个洞 把那个借装埋下去 把这个精神堡垒埋下去 埋下去以后 然后这个远警 还从警察局拿了两树下 我们拜一下 拜一下插那边 那么我心里想 这样子应该没事了吧 不管我就回去了 反正该坐的我坐一坐 剩下 后来我晚上再经过 那个边 没有听到飞机撞墙的声音 没声音了 没有声音了 然后呢 隔没有几天 这个本部人跟我说 哎长官我们那个兵出院了 我说怎么样 他要停意了吗 没有没有 他好了 他好了 那我就赶快跑到这个单位去问这个兵 我说哎 没事了吧 他长官 嗯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说你跟你女朋友还好吧 他说女朋友跟我 没有问题啊 我打电话过去 呃女朋友都很回 跟我跟我的感情都很稳定 我说那之前 为什么会会会会 会好像要兵变要分手呢 他说女朋友跟我说 自从我调到巴德国王大学来服务之后 我几乎没有打电话 打过电话给他 我说那你 你不是说跟我说你有拨电话吗 他说对呀 可是我拨电话去的时候 他的口气都很差 他是不是我的女朋友 得了这个精神分裂 我说没有没有 你女朋友一点事都没有 我说一点事都没有 我说可能是 你太思念他产生的幻觉 我没有跟他讲实话 那我说你就正常相处 没问题啦 既然如此 我说 呃 你也不要没事往 战院的这个学官这边跑 他说长官 谁想往那边跑 里面那边都是军官 我上去不小心可能就被骂一顿 我说那你以前为什么每次都跑到这边抽烟 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就觉得上去抽烟 可以听到我女朋友的声音 可以跟我女朋友聊聊天 我就往上跑 我说你差点有跳下去 你知道吗 他说我好像有跟你讲 我说对 不是好像 你真的跟我讲过 好长官不会了 我现在都好了 没问题了 好 那么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 把那个机场末端 那个精神堡垒的那个时装 把它抬到机场另外一头 然后这些 呃可能是 没有完全 没有完全离开的这些魂魄 不管你是台籍日本兵 还是日本的飞行员 你要怎么起降 我没意见 我们也不管你 那至少不要干扰到我们学校的上课 哎 从此之后 我也没有听到飞机的声音了 这个兵也恢复正常了 然后至于说机场那边晚上有没有什么飞机起降 我也去问了这个远景 这远景说哎 没有一切安静一切安静 没有问题了 好 所以我后来思考一下这是什么状况呢 这个状况就好比是 呃一个机场 哦 他的跑道在那边 有一些飞行员可能飞出去了 没有安全的回来 然后在这个混乱的空间里面 一直在找寻回来的 回来的方向 那如果说这个精神堡垒还在 他们还有一个 一个依据可以来降落 但是这个堡垒突然间埋到墙边 他们一降落就这样撞墙了 哎 等于他他这个呃 在世的时候呃 做的自杀攻击 那么变成魂魄之后 还在不断的撞墙 那太惨 啊 这个鬼也太惨了 那么我把这个精神 精神的这个时装 把它换到机场跑到另外一边 那也许 他完成了正常的降落以后 他就他就投胎去了 或者是他就呃 烟消云散 反正从此之后 呃 这个机场的飞机起降的怪声音 还有这个士兵莫名其妙的 中邪的感觉 哎 很奇怪 全部消失 不再发生 哦 不再发生 所以我说 嗯 常常有人问我说 呃 你怎么会遇到这么多奇怪的事 对 我也觉得奇怪 我也不想遇到这么多奇怪的事 那事实上也可以不用去管他 就让他let it go 随他去 那么可是呢 呃 就是这么一个追根究底的想法 呃 我觉得 人固然需要我们 沟通 那么在 冥界的这些人 他们需要帮忙的时候 我们的举手之劳 或许是化解了他很多 哦 这个呃 呃 变成鬼 却无法改变的事实 哦 那就是这么一个小举动 哦 那么 是做对的还是做错的 不知道 至少我觉得 凭直觉做我该做的事 哦 所以也完成了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心愿 然后不管他是呃 什么哪一国的士兵 那么我觉得灵魂都应该安息 灵魂都应该受到尊重 哦 这是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风雨走廊 其实应该算是呃 那半截跑道的故事啊 这个事情是我经历到的 那但是通常我也没跟这个兵讲啊 我就为了让他安心 我就跟他说没事了 你可能是这个这个这个心理压力太大 然后进进到这个北投医院 再帮你治好了啊 你也没问题了 那这个兵后来也安全的退伍了 那我相信他应该可以过得非常幸福的日子啊 这就是今天啊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啊 这个风雨走廊 还有半截跑道的故事啊 这个非常感谢大家 哦 对对对 刚刚才有赞助的 我来给大家谢谢一下啊 呃 跟大家谢谢一下 哦 谢谢这个 哦 感谢陈会长 谢谢陈会长 谢谢王月的赞助啊 将军小凤姐晚安 大家晚安 谢谢陈会长 还有2855 哦 感谢赞助 哦 还有金大福 谢谢 谢谢金大福的赞助 谢谢您哦 然后还有感谢这个Tony 感谢Tony的赞助 谢谢哦 这是这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 哦 我在我在就读战院期间 碰到的一些 碰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哦 那么当时并不觉得有多可怕 因为当时我觉得 是不是我误把人误认成鬼了 后来听到这个兵的解释 我才发现 撞鬼的不是我 撞鬼的是这个兵 但是呢 透过了一些小小的 小小的观察 那么解决了这个兵的事 也解决了这个无法降落的 这个台籍日本神风特工队的 一个遗憾 那么相信他完成了降落之后 他应该也是去了他该去的地方 这是今天的故事 大家觉得好听吗 好听的别忘了帮我按赞分享哦 我说你很可爱的 我现在想要得到 我倒门的吗 我先说你 我先说我 我先说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